将门窗紧闭 众人们在屋内分食糯米团 等到全部人吃完后才能打开门窗 赛下族人以谨慎的心情 做好阿吴瓦子齐天祭第三天一事的准备工作 祈求天神古古阿翁赐予风调雨顺的天气 族人在每年农历三月中左右 由张信家族提醒准备 潘信家族担任司祭 今年是逢大季要进行三天的齐天祭 29号进入到最后一天 族人们聚集在苗栗棚来大南 开始一整天的仪式 不能喝水喝汤 孕妇不能吃到小米团 分享到糯米团的人也一定要吃完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禁忌 仪式结束之后我们要离开 我们一离开其实最后面就算年轻了 然后要最后走 然后拿着刀子 对 然后大家要用快 以前用跑了 现在就用快步走回来就好 那那个用意就是说 怕一些不好的东西跟着我们回来 一回到寄屋里面是全部门窗要紧闭 这个齐天祭很特殊 一整天的饮食是不正常的 这个机场的附近周围或寄屋里面 都不能喝饮料 饮水什么的 齐天祭中潘家媳妇也要帮忙张罗准备 要煮糯米饭 接手小米托壳等工作 今年回来帮忙的媳妇最多时有十多位 她们也不断在训练还不熟悉仪式的媳妇 以前叫过来我们是不懂什么 我们也是上辈上辈的就一直教 一直给我们那个什么 接他们的那个工作 不如我们这样 我现在比他们大辈的 我就会一直教他们小辈的这样 要给他们知道说我们这个有传承 无论男女老少族人们都以严肃诚心的心情 遵循主训面对齐天祭 也因此才能保有完整的传统仪式 一直到现在 原事新闻喜故乌溜苗栗南庄采访报导